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馮慧光和大家评论证局的时间 当然大家喜欢看我的评论 希望大家订阅、围牢、SATAR TALK 还有赞好、分享、留言 还有按下一个小钟 这样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自动通知你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6月10日的时候 我们特区政府出了个公告 就会褫夺了几位人士的分析 其中包括了善仲佳、楊心和戴耀廷 其实这三位人士我也认识 楊心比我年纪大 其实他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还是学生 善仲佳只大我一年 他以前是太平紳士 现在已经不是了 他作为太平紳士的时候 也曾经帮我签过一些法律文件 因为你知道 比如你参选 以前参选的时候 你有些要做一些声明的时候 你就需要找律师 或者找太平紳士 即是JP去签 而善仲佳是JP 即是太平紳士 曾经帮我签过的 戴耀廷不是JP 戴耀廷应该有一个分析 一个DEEP服务奖章 之类的 他就是我大学的同学 虽然他是法律系 我就叫做高级一年班 但是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时候 我就跟另一位同学 做完之后 我们只做一年 因为学生 学生会的职务 通常都是一年 只做一年之后 接着到下一年 就转了庄 当然通过同学的选举 就给他 所以戴耀廷在黄营里面 大家都会自询 他曾经是这个 基本法的咨询委员 但是很可惜 就是他们都走了歪路 大家可以看回 无论是善语街 无论是杨森 无论是杨森 他们现在被褫夺太平新史 或者褫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忘记了那种初心 以往民主党好 会典好 港同盟好 他们是追求民主 但是是在承认一国之下去追求 所谓一国两制之下去追求 承认国家对香港的主权 而不是好像去到2019年的时候 他们正如发了政治高销 完全背弃了国家 甚至是在做 虽然他们自己不承认 是在做一个颜色革命的方法 根本就是想推翻 实际上就是透过黑暴 去推翻特区政府有效的管治 以及疯狂地毫无理性毫无理由地 去袭击香港的警察 大家都会知道 例如小虎sir是被一些 腐蝕性液体弄伤了 最近才会痊愈一些 但是他是很艰苦的 捱了三年 有一位警察被割头在官堂 接着声音变了 我曾经是帮助中央台去访问过他 我就做他们的中央台记者 跟他之间的普通话 和广东话的翻译 你会看到 就是他们的声音 真的说不到话 有一位警察 他在理大的时候维持秩序 他只是做了一个警民关系的协调 但是就被黑暴射箭射中了他的小腿 接着他以后都跑不到步 因为影响了一些神经 即是他走到 但是也都不是致命 即是不幸中之大幸 但是以后就难跑步了 其实作为警察 大家会知道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训练自己的身体 锻炼自己的身体 但是就跑不到步 有这个可惜了 我觉得问题就是民主党 其实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明确跟黑暴割席 他们说是和理非 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再加上非粗口 但是在实质上 他们是帮黑暴 比如走了老的许智峰 当年怎么站在黑暴前面 挡住警察 以立法会的身份去压警察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今天他们被褫夺分散 我觉得是有事 就是一种很感慨 就是一指错满盆皆落索 好了 当然他们会说 喂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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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 ayr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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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e 是要approve的,批准的 第二,在45條中,廣東民最終要帶著普選 是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去提名 然後再給市民去選舉產生新的特首 其實在201415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有個方案 831方案這個框架 但很可惜,當時被反對派是否否被反對派 現在他們說我們走數,國家走數,執政黨走數 其實是殺賴,其實是污衊的 因為其實執政黨,國家是沒有走數的 我們已經有個框架,而這個框架是嚴格按照《基本法》 《基本法》在1990年通過的時候,是寫得很清楚的 是有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大家可以看回第45條 而不是黃之鋒說的那種公民提名 所以我覺得他們走了歪路 而他們不敢,不論是楊森、善用佳也好 以至戴耀廷也好,戴耀廷也好 作為一個憲法的學者,教憲法學的 他們已經看過了每一句字 他們竟然不敢指出,直撤其非 這就是政治上的,可以說有少少政治的奈虐 政治的膽怯 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搞政治的 因為這樣就遲早是致食惡果的 因為有些是有規矩的 當然你說這是一種,當日香港回歸的時候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承諾或是視之為 我們香港社會和中央政府之間的一種 憲制上的契約也好 雖然其實嚴格來說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是平等地位的 中央和地方是兩個不同的層次的 但是當你是這樣去看一種 社會和憲政的合約也好 那這份合約寫得很清楚 是這個提名委員會提名 而不是公民提名的 所以呢 我今天想說這個 很可惜的是 這些人以前他們是支持民主回歸 支持香港建立民主制度 但是他們被新的一浪 例如黃之鋒那些 引了一些歪力 而他們不敢直直其非 包括戴耀廷 越來越離譜 搞了什麼攬炒十部曲 是造成今天被褫奪他們的分割 造成今天他們是有些是家下籌 例如楊心剛坐完相關的監獄 善重佳去緣營 那是相當可惜 令人感嘆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 訂閱我的有關的論證 多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今天